为什么要到天上修 今天我们是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了我们大量的事实以后 使我们豁然开朗 原来要去天上修 不能只依赖于在地球上修 所以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古代的 这些身外身出体的方法就特别的显得珍贵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是一个大南瓜 这个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 一个小孩来泡南瓜 南瓜你们知道都是多大的 这种蔬菜叫太空蔬菜 我们的宇宙飞船把种子带到天上 脱离了地心引力 然后在太空一转 回来用同样的水胶条件 同样的地球上的土来栽培 没上天的南瓜长那个样 上了天的南瓜长这个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身内身 身外身的修法 这个而不是你们的简单的在呢 练个呼吸法咯 我说那么你们练meditation练什么 他们说安静咯 然后relax啦 放松啦 专注啦 完蛋了 这根本就不是圣人教的meditation 这不是圣人教的禅修 不是这个回事 你怎么去获得这样的能量啊 你只是一个meditation 只是一个放松 relax 然后你是比一般人进步了 因为你少了很多的烦恼 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大的改变 我们的身内身里面要有energy 能量 要有三种能量 里面西方物质叫energy 我们是有三种energy 第一种energy叫精 是液态的 就是五脏里面都有精华 精华凝聚起来的液态物 我们叫精 那么精之外的另一种energy 叫什么 叫气 这个精 它不能使用 比方说我们家里的gas 液化气 液化气是液体的 液体的要用压力 在一个大气压的状态下 释放成气体 液体转气体 OK 液体转气体以后 光有气体也不行 你还要让它放光 你还要让它放光 所以 点火 灰 灰 灰一次还不行 所以在藏传 佛教里面有一个百字明咒 在大明的时候怎么样 灰灰灰灰灰 灰 那在咒语里说 火火火火火 实际上念火 念火火火火火火起来 燃烧 冬天里的一把火 燃烧着整个沙漠 我到你们Rodges来 然后特别地感受这把火的温度 你们现在去外面就感受到 那把火热的这个温度 为什么我会选择在Rodges这个地方 半半建立我们的全球闭关中间 将来是一个很大的社区 因为这里有水 有液 昨天呢 这个工作人员安排我走直升机上空 乃关地理 这个实在美 甚至这条湖的源头飞去 那么多小龙盘腰着 在这个河上游 结成的一个一个龙 总共九条龙 九条龙 最后到了这个Rodges这个湖 我们的基地所在的湖 然后又分出九个龙头 一湖九龙 爆竹 抱在一块抱在一坛 就是九龙一体 凝聚了你们美国大地的精华 是精华所在的地方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